各位朋友大家好 大家都知道民以食為天 我們經常都想吃東西 但有時吃過量又不行 因為容易有沙膏 還有其他問題出現 今天介紹一位在加拿大公立大學的中醫教授 Jonathan Liu 他推薦了有幾樣很健康的零食 除了正餐我們可以吃這些 不止美味還可以有養生功效 而且其中有些糖尿病患者也適合食用 因為他介紹得很詳細 所以我要分開兩個視頻和大家分享 他是以他的效果來排名的 最值得介紹的就是第一樣奇異果 亦稱它為果中之金 維生素C之王 可想知道他的維生素含量是多高 是金、橙等5至10倍 而其異果可以幫助降三膏 因為它含有一種叫肌醇 是一種天然的糖醇類物質 可以調節血糖 對糖尿病有預防作用 也含有豐富的甲 可以幫助降血壓 還有精胺酸可以改善血液循環 這樣就可以防止血散形成 如果你吃燒烤 很多時候飯後吃一個奇異果 是可以幫助將這些燒烤後容易致癌的 阿燒酸鹽去抑制著 這樣就可以預防食道癌、肝癌和直腸癌 同時它裡面的血清素可以改善情緒 可以舒緩壓力 當中的維生素C也可以增強免疫力 所以奇異果是首選 有它的道理 第二樣東西都是果 不過是小吃的開心果 不是碎果 這個開心果真是果如其名 令你開心 因為它真的可以調節你的情緒 舒緩你的壓力 因為它含有維生素E、美、鱗 這些營養素 特別現在還是新冠的情況 人人都精神緊張 壓力很大 可以吃多些 而且它含有優質的蛋白 植物的纖維 它的脂肪和熱量都很低 而且還有其他的維生素 特別有一種是麥麗露醇 這是天然的抗氧化劑 有抗氧化、緩解衰老 以及減緩內臟各種腦化的作用 開心果就有這個成份 維生素E在開心果之中 含量也特別高 大家都知道 維生素E有很強的抗衰老 以及護膚的功效 還可以對抗動脈硬化 第三樣就是核桃 核桃在傳統的中醫裡 是一種溫陽保神的中藥 它可以治療神陽虛 體虛怕冷 腳酸軟無力 甚至可以提升精子質量 可以幫助生育 因為核桃可以補神 可以幫助頭髮變烏黑 還有核桃和核桃 這些全部可以補腦 提供我們記憶力 除了這些 還有一個比較少人知道的功效 如果你堅持吃油炸過的核桃 可以使腎結石和酸尿管的結石 慢慢變小 甚至消失 而特別是敲喘的人 天凍容易發作 食核桃當零食 可以幫你補肺定喘 如果時時有敲喘 或者慢性肢器管發炎的人 你長期吃核桃 這些情況就沒那麼容易發作 以上這三樣都是頭三名的 好零食健康的零食 如果口癢想吃東西 不妨試一下這幾種 其他的在下個視頻再為你介紹 多謝你們收聽